烧香祈福的正确方法不可错过 一、烧香礼佛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寺院是佛教徒陪福修会的场所 烧香礼佛的真实意义在于表达对佛陀的尊敬 感激与怀念,去染成敬,奉献人生,觉悟人生 如此而行,自然福会具足,心想事成 二、供养佛菩萨一定要烧香吗? 不一定,供养佛菩萨方法很多 通常用鲜花表荫和水果表果 如果条件不具备,仅供一杯清水表清净平等也行 但是,绝对不用酒肉来供养佛菩萨 通常用香、花、灯、土、果、乐六供养 其中之一均可 三、烧香的含义是什么? 第一,表示前程恭敬供养三宝 以此示范接引众生 第二,表示传递信息于虚空法界 感通十方三宝加持 第三,表示燃烧自身 普香十方 提醒佛门的无私奉献 第四,表示点燃佛教徒的界定真香 含有末世秦修界 定、会、熄灭滩 称、吃之意 四、烧香求财可以得到吗? 佛经上讲 佛是门中有求必应 关键要懂得其中道理 求财要如理如法去求 燃香成灰是表示无私的奉献 即佛门所说的不施 这岂是我们 人生求财求福 先要舍财重福 财不施是因 得财富是果 舍是因 得是果 舍得不二 所以 一个人的福报是自己修来的 不是佛菩萨施舍给你的 五、烧香礼佛应当许什么样的愿? 烧香礼佛是应当心地清净 果能一尘不染 或福无边 若要许愿 当放弃自私自利 损人利己的念头 发利益众生之大心愿 则功德无量 六、礼拜佛菩萨 上己之相为宜 上三之相为宜 此表示戒 定、会三无漏学 也表示供养佛 法、僧常驻三宝 这是最圆满且闻名的烧香供养 上香不在多少 跪在新城 所谓烧三支闻名香 竟骗真诚心 七、寺院里佛菩萨很多 要给每尊佛菩萨都烧三支香吗? 不一定 一般在大雄宝殿前上三支香就行了 其他各店合掌礼拜 效果是一样的 当然 也可以按照寺院的规定 根据寺院香炉分布的情况自行决定 但每个香炉中不超过三支香为宜 八、拜完后 香应该怎么插? 应插在香炉中间 第一支香插在中间 心中默念 供养佛 绝而不迷 第二支香插在右边 心中默念 供养法 正而不邪 第三支香插在左边 心中默念 供养僧 简而不染 上完香后 应对佛像 素利合掌 恭敬礼佛 很有人将一把香点燃以后拿在手上拜佛 这样已引起火患 烧伤他人或自己 九 什么方法供养佛菩萨功德最大 佛经上说 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第一 所谓法供养 就是佛经上的教导 如理如法受之诵读 自行化它 为人演说 即在日常生活和待人处事中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